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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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山关子都被丢到外头 马路边边的 全都住了呢 看这个面子全都在里头 把那个没有办法 你们那个帮我打开一下 我写一下箱 他要负责的 不是要去做的问题 把他打开 把他打开 金玉国际小区的业主们啊 你们看看这个快手 他这里边就是那个 自册那个 自册那个是阴性 然后他们说 给你接到通知是阳性 这个我就是这样的 就是我是咱们二号楼 二单元808的业主 我家就我自己在家 我都十多天没下楼了 然后咱们最后那一次 二十七号那天 就做的核酸吗 然后他们给我通知 二十 昨天前天 前天晚上就给我接到通知了 说我那个核酸检测异常 然后要求给我送白大褂 让给我送那个大白的衣服 隔离服 让我等着带命半夜来接我 结果我自册在家 做了两次那个抗原核酸 都是阴性 况且我没有红色的码 我的那个那个所有的码全都是绿色 全都是正常 然后他们就就一次一次的社区给我打电话 就要拉走 然后我就说 我说的我十多天 我连下楼我都没下楼 我谁都没接触 我不可能阳性 我要要求再测 然后再就是 你要把所有的能证明 我是阳性的证据的拿给我 然后我才能那个 只跟你们去配合你们 结果我的就是不了了之的这个事 我就啥事都没有 他们就造谣声势 就说咱们 这个单元又有了怎么样的 其实他们要是把我成功的拉走了之后 咱们整个二号楼二单元 这些家属 全都被带走 说是跟我密集 其实我根本就不是阳性 我十多天我连楼都没下 我谁谁都没接触 我哪来的阳性啊 他们就全都是骗人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就是在家的能不做核酸 都不要去做了 他们就是在这个钻空的找人 这次他们找到我了 其实就是找错人了 如果我要真是下去溜达了 或者我们家没有自测的 那个抗原的那个东西 我也就是被他们骗去了 然后咱们这个整个小区的 上下楼 邻居都得被拉走 他们 我不知道他们的居心是啥样的 反正就是大家 我是咱们小区的 就是给大家提个醒 你们千万千万别再上他们的当了 哎呀那社区给我送那个隔离符 我说我不接受 我说我根本我从来我都没下楼 我自己心里有数啊 我谁都没接 大纪元时报遍布全球 不受财团正当影响真实感言 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 两岸议题 或者想要欲教于乐 丰富人生 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 订报专线0800-566-688